日前 襲擊紐約法拉盛法輪功真相點的嫌犯 在週六上午落網 他將面臨三級攻擊罪的指控 週六早上10點56分 紐約法輪功學員在法拉盛的新世界商場外 辨認出2月16號下午 襲擊法輪功真相點學員的惡徒 經預刑的學員指證 紐約市警察當場將嫌犯逮捕 押回紐約市警109分局 然後受害人這個同修馬上過去指認了他 然後警察就過來把嫌疑人給逮捕了 警察讓我留下了電話號碼 說有事來聯繫我 他問我需不需要那個人身保護 我說需要的 根據警方消息 嫌犯為77歲華裔男子齊忠平 他被指控三級攻擊罪 將送往法院過堂進入司法程序 這不是在中國大陸 中共政府是在破壞法輪功 可是在美國法輪功是受憲法保護的 也有可能是它是被中共政府的 宣傳手蒙蔽 這什麼 這是我們的餐點 這是你的 2月16號下午2點45分 其中憑多番騷擾法拉盛免街地鐵口的 法輪功真相點 並用髒話辱罵法輪功學員 當時一名法輪功學員對他錄像 手機被他打落在地並搶去 法輪功學員對位房把手機奪毀 嫌犯齊忠平便掐對位房的脖子 抓傷他的手還想咬人 隨後齊忠平搶過法輪功學員高靜英的拐杖 追著法輪功學員對位房打 他當時打那個同修的時候啊 他就給我搶了我的拐杖 用這個拐杖 免得打了好幾圈 根據目擊者提供的視頻 嫌犯齊忠平把法輪功學員的拐杖丟在地上後 旁邊一名穿著黑色西裝的男子 一邊拍著齊忠平的肩膀 一邊用符舟話對他說 所有兩人並肩離去 去年二月一名華裔男子鄭不秋 攻擊法拉盛免街上的法輪功真相點 被控一級重罪的仇恨犯罪和四級刑事毀壞罪 我也奉獻那些在海外的華人 不要為了一些小力為中共站台 為中共去賣命 那麼一定不要就是把自己綁在中共 這個要沉的這艘船上 對自己的未來是非常的不利的吧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柯婷婷上進 紐約採訪報導 至少 瀜 synth 詞紐約 詞紐約